在填詞來講 東坡我們的故事太多了 以後我們會分門別類 根據他的旨意義去發揮 在這裏面東坡曾經有一段話講過了 都跟詞有關的 他說在同城的默克徽西裏面說了 他子占常言 平生三不如人 他有三件事情不如人的 一個是著旗 下旗 一個是喝酒 一個是唱曲 我們從這裏面看東坡某種個性 這段話是真實講不知道的 會蠻能夠反映東坡的個性的 一個就是他不喜歡下旗 你說東坡真的不會下旗嗎 其實不是 壯腹不為也 有下旗有真勝敗 東坡不希望有這份激心 有設政來陷害人然後取得勝利 東坡就不喜歡 東坡曾經跟人下過旗說了 聖故欣然 敗亦可喜 下旗只是遊戲而已 何必那麼樣的左翼呢 東坡說他殺旗不願 他願意放棄這種真正的功夫 但如果你說在圍旗界來想的話 東坡有一部旗是會利於不敗的 後來日本有個旗聖 最會殺東坡旗 就是殺在對方的對位裡面 我就跟著你一個對位 一直跟你堅持下去 看你忍耐的能力有多強 這是很難下的一個旗 就是利於不敗 但我不求勝 這是東坡很聰明的地方 東坡是一個實際上不好勝 不希望在裡面造成人的傷害的一個人 再來東坡不會喝酒 林語堂的東坡傳 後來被翻譯為中文之後 我們的遠景出版社就找一個model來 扮演蘇隆坡 拿著一壺酒 拿這個拐杖來喝酒 我看到一個圖上的時候 我以為他是武俠小說的丐幫幫主 證明了畫畫的人無法了解 東坡事實上沒有這樣喝酒的 而且東坡很少喝酒 一等到了中晚年以後 政治上的創傷潛藏一兩杯 但是一兩杯他就醉了 東坡不會喝酒 但很會勸人喝酒 把人灌醉自己就無視了 後面有一段 蘇東高子東坡也說的 魚與飲酒終於不夠五合 五合就是一生的十分之一 就叫五合 很少很少 天下不能飲 無在餘下者 他是根本不會喝酒 我喜歡東坡 其中一點就是東坡不會喝酒 因為我也不會喝酒 會想一個理由來 你看蘇大人都不會喝酒 我不喝酒也有理由吧 而中國文人裡面 第一個不會喝酒的是屈原 你知道嗎 眾人皆罪我獨行 再來就是你只要檢閱了 有關屈原的他的離騷 他真正的創作 那幾篇文章 事實上他很少談到喝酒的 沒有喝酒的意象 在離騷裡面只能吃吃花島 喝喝露水而已 他不喝酒 因為不喝酒 從夢難解 只能投河之盡 第二個不會喝酒的是謝玲韻 我們說陶謝師 陶謝明好喝酒 但謝玲韻不喝酒 謝玲韻不喝酒 有原因的 因為有肝病 不宜喝酒 而蘇東波是個性的 他不喜歡喝酒 所以不喝酒 證明做了一種理性 這也是唐文化跟宋文化 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李白是唐文化的象徵人物 很會喝酒 每次一飲三百杯 但東波不喝酒 東波喜歡喝茶 宋代是茶的文化 平淡而有餘味 那是比較豐益的人生 比如成熟的人生意境 才會享受的 我讀東波文書裡面 因此我們讀東波世紀裡面 看到 萬一他寫到喝酒 喝到大醉的話 一定是有問題的 不是因為酒好喝 可能真的悲從中來 借酒交醜 所以這裡要注意 他自己說他不大喝酒 第三點他說 他不會唱小曲 東波也許他字簽吧 五音不全 所以 這個對他來說 填詞是最大的致命傷 不會唱歌 居然填詞 但東波有挑戰 他心象裡面 不足的地方 看到他的毅力 他的能耐 但是因為不唱小曲 使得他的詞 不周旋在這種旋律當中 離而忘返 不單立在情緒裡面 這是他的一個 比較聖人的地方 但東波竟然講得客氣 他說 我憑生三不如人 這三個事情 在士大夫來說 都是微不足道的 言下之意就是 除此三者之外 你修賞勝過我 這是很謙卑嗎 其實蠻自負的 對不對 我也不會喝酒 對不對 但也能代表什麼呢 對不對 那這都跟詞有關 我們先記下來 以後我們解釋東波池的時候 這一些都會跟大家去分享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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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合的 所以 你們 對